哟姐妹们 这里是你们的汤啊 上次大家呼声真的太高 太热情 所以给大家邀请到了张静老师 我们来二搭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静 最近进歌这个复古风玩得很溜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揭秘一下 偏远点 偏亚洲五格长相的女生 怎么样去gap复古风 对 希望每个人都是复古小公主 让我们 close吧 今天终于很珍奇的一天 没有默度 来看看我是不是皮肤有变化吧 透亮很红扑扑的那种感觉 老师也瘦了不少呢 看来这几个月咱们都有进步 要再努力的减肥 不长过来不长 主要呢 我选择了一个国货粉底液 柏莱雅的双抗粉底液 我用过它们的一个滋润版 它这个粉底液最有名的地方是里面会放一些 它们家最著名的双抗精华 是抗氧化 上完脸之后就是不会暗沉 这是我特别喜欢它们的地方 这个粉底呢 它是特别适合 夏天你皮肤爱出油这种粘力的时候 粉感真的很少 而且它遮盖底还不错 很少有能把粉感和遮盖底 做得很有平衡的国货粉底了 虽然说是持妆类的粉底液 但它在脸上的感觉是很薄的 就没有那种厚和闷 其实我脸里面不是泛红 特别严重吗 这个泛红基本上都遮住 遮瑕能力真的很好 这个粉底的它持久力 非常的能打的 非常适用力 对 脱妆大王 它其实一天下来之后 不会出现斑驳脱妆现象 非常清爽干净的 我觉得脸还蛮干爽的 然后手指上也不会粘到粉底液 沉膜之后就很牢地抓在我的脸上 既然我走势比较复古化的妆容 白皙哑光的底妆还是挺搭 这种妆风格 因为你的底妆有这种无瑕哑光的 所以眼妆为了凸显复古感 它也是没有很多亮晶晶在的 这个盘子还在 这个颜色就比较南瓜色的这种感觉 突出它的效果就是为了 使我们的眼妆更有层次感 而是让你整个眼睛是凹天下去 我发现你还蛮多创意的 就经常会在变啊 你记得灵感是从哪来的 灵感来源于生活 好不严 我觉得就是人就是要有不停的突破 就像演员艺人 他其实比如在演技上突破 比如说热巴最近的长歌行 看了吗 演技非常棒 我大家一定要看 一定要支持 我跟他也是有讨论过 他有一个长呼吸 你们一直讨论就行 哭得很惨烈 正正证明了戏外 所有造型都很惊艳很美丽 但戏里边反而我觉得演技真的超超棒 那必须大家看起来安排 他要把这种粉棕肉粉作为一个提亮色 在我们的串皮的嘴上方 给他进行一个屏幕 这还是上次那把刷子 对 这把刷子已经跟我13年了 当时买的价格好像在1500块钱左右 1500块钱左右 应该能到时候用几把咱们买得起的刷子了 其实我这次在网上找了很久 然后我觉得不管是从他的这些手把的设计上 以及他的毛质的质感 他整个刷子的颜值 我觉得这个真的性价比超高 价值在二三十左右 他真的很好用 化妆师认定 最后呢 我们用个眼影 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深色 然后画一条眼线 加深我们的睫毛根部的轮廓 手指的位置如果往上 他的眼线就走上 如果拉平的话 他就是偏图 下面这个整个三角 三角一起涂上 然后需要一把干净的小刷子 然后无限拉长 那净哥像艺人去参加活动 比较重要的像时尚圣典那种 他们会是把自己睡得够吗 一般艺人其实我觉得他们水平质量 是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我在化妆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说 一直跟艺人去聊天或怎么样 也让他们保持他们相对的化妆时候 这个时间是安静的 眼线膏去画眼线 因为我们整个妆容 它大面积的黑色很少 所以我们用棕色的眼线膏 去勾勒我们的眼线 最底下是实的 然后往上一点点晕开 就像一个眼影一样 拼着往外拉 然后我们到这个三角的地方 也是需要眼线的 但它这个位置呢 是不需要太实 我们把它全部包裹住 然后往后延长 你的眼线这个形状呢 是不需要明显的一个 眼线的尖的 这样那种晕晕的那种感觉 南瓜色 画出一个卧蚕的这个位置 也是包裹性的 下面直接晕到我们的眼线的位置 是用到我们刚才这个眼线杠 下眼线 加深的位置不需要拉长 只需要在我们的眼下的后半段 前面没有画到嘛 我们可以拿我们的面线 往前晕开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需要一点眼影 在我们的眼线的位置 再给它加深 有没有那味了 我原来眼线是我妆容当中的灵魂 我又可以了 因为本身其实日班那个妆是没有贴睫毛的 针对你来说还是咱们得稍微贴一点点 需要的可不止一点点 这个睫毛呢就是虽然它很黑 但是它是这种交错感的 它不是那种一根一根顺上去的 然后给睫毛稍微做个按摩 让它都再分散一点 做个按摩 对做个死怕 就是那种扇形摘开的感觉 我们不用太拉长 直接沾到我们的眼角就可以了 本资深大小眼 要求静哥一定要给我贴 爽眼皮贴 对然后我这边正好有一个胶囊 爽眼皮贴 它是很可爱 它每一个都给你捡好一对一对的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上面有亮晶晶的 为什么 爽眼皮贴还有亮晶晶的 说明它可以跟那些眼影接合得很好 哦哦哦 对 你这牌子也不说一声啥 我也不知道 这一看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个牌子 老上次这个一找到了吗 找到了 感谢万能的辣妹们 你们上次给老师把那个BlingBling给找着了 这次看他能不能找着 哇你的眉毛啊 本地画细眉画得很开心 就是没有几根 但是现在虽然细 但是其实有对称的 哈哈哈 贺本的眉毛好有名啊 眼面比较粗 后面比较细 大家一定有眉峰的 再次重新推荐啊 这是那个丹林老师自己出的品牌 Mr.Brown 大家那个打拼走起来 就上次用过的 觉得怎么样的 可以稍微说一说 还是根据我们的眉毛生长方向 毛流感 眉毛少情况下 我们两边的眉毛同时一起进行 这样的话画出来的眉毛 对称度会比较好 眉峰它其实是上扬的 但它还是圆下去的 有一点这种轻微的自然落尾的这种感觉 然后前面呢 这里要稍微平直一点 因为我的脸也是偏圆一点点 其实有宽度 所以我们这个眉峰可以调的高一点 拉长脸先 又让静哥跟我说 没想到在我水肿的时候上了热搜 我好难过 今天就是我洗白的一个视频 今天真的瘦好多 可以出一个就是瘦身符了 大家还蛮期待的 然后呢 我们需要一点深色的眉粉 在我们的眉底线稍微加重一点 也有一个整体的晕染感 符合那个年代的复古的一种感觉 这颜色整体颜色变得很均匀 还是选择我们最开始这个眼影 把它晕开一下 比方它那么白 及卧蚕的位置 再晕开一点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修容 选择这两个颜色 复古的这个妆容呢 完全可以当腮红来使用的 之前说我们暗影 其实不能低于我们的离间这个位置以下 女人可能会往往下走 复古感的妆容呢 是可以稍微往下 就是类似于这种梯形 相当来给我个特写 姿势好嘞 有点像那个 周星尺是那 化妆真的很不容易 如果这次那个点击率不好的话 下次就不来了 大家知道吗 能不能三搭就看你们的 听说姐妹 知道我们黑夜了好吗 真的是有光泽的修容 不会很死板 像是眉头到山根这边的修容 会不会要加重一点 没有说刻意营造出这种 中美的轮廓 对 因为我觉得生活上 刻意的很重的轮廓 是出不了门的 而且我是觉得贺本这个妆 它这个鼻子 不一定是一样很尖很挺 它其实有点肉肉的 也沾显它的灵动很可爱 再来一次捏鼻鼠 还有小鼻尖 然后我们现在是提亮 也是巴比他们家这个 这个我觉得大家过去买风了 但是今天我们整个妆容是压光的 我眼睛是不需要提亮的 但鼻子上是可以来一点点这种光泽感 我已经很满意这个轮廓感和妆了 但是现在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 就是口红 我的复古感的妆容呢 我被你挑起来了 这款口红 太熟了 它是那个细菌感Clarette 特别喜欢看红毯 所以它这个颜色很熟 它最近好几个红毯都是这个色 因为我自己有几只嘛 这个细菌感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软糯 然后很滋润 上唇的感觉是特别特别好 上手之后用黄皮嘛 它其实可以孝正我们黄皮的 这样的一个颜色 偏了很多豆沙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整个画起来就感觉非常的温柔 把刚才涂过的 外轮廓的剩余唇膏 往里面晕进去 确实能达到出一个薄涂的效果 那这个04色号呢 它奶茶色系里边 加入了非常温柔的豆沙感 它里面含有高分子细闪颗粒 可以使我们的嘴唇 看起来非常灵动 饱满立体 我们上唇呢 可以把我们这个小刷子 稍微擦干净一点 然后又把剩余的唇膏 往唇峰上面的位置晕开 但它没有说刻意的一个唇线 整个嘴巴就是那种饱满 但是又不艳俗的感觉 饱吐很适合上边通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复古感重一点 是不是要再后涂一下 对 好嘞 来 后涂之后这个气场 完全不一样 立马气场全开 它这个饱满度的粒滞感 我真的很满意 爱了 我一直在看这个电视机 好好看 我一直在看这个电视机 You're angry baby I'm gonna make it up to you I'm gonna make it up to you soon Cause I won't dance for anyone But I will dance for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